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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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叫顾佳环 今年十五岁 花瓣七年了 最近 去南京 然后训练了 然后又去河飞参加了 XGAME比赛 请准备 开始 HAT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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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掌声送给顾佳环 充满技巧和风格的一轮比赛 但是 不幸的是受伤了 OK吗 稍微缓一下 有时候得挑战一些动作 即使 他可能会受伤 但是 我觉得 也要勇敢地去尝试 就是一个非常潮流的运动 我觉得它跟 传统的一些运动不太一样 每个人 他的动作都是不一样的嘛 然后他在比赛中的线路也是不一样 都是有自己的个人风格 这样会看着更加赏心悦目一些 然后也非常酷 以前我爸给我推荐的这项运动 他以前也接触过这项运动 刚开始呢 当一个业余爱好玩 然后每天下学就去随便玩玩 后来技术提升了之后呢 每天都会专心的去练习 我觉得我的天赋 算还不错的 但是 还是得继续努力 才能有更高的提升 就是我非常喜欢在碗池里 腾空啊 slide的动作和ground的动作 吃那个 碗池边的那个动作 享受 然后 踏在板上的这个过程 滑板成为奥运会项目 我就非常开心 因为我觉得这样滑板这项运动 就能得到更大的推广 然后 很多年轻人也能 开始慢慢的了解和接触这项运动 我主要的梦想就是 参加更大型的赛事 比如说全运会啊 亚运会啊 主要就是不要放弃 然后不断地要克服自己 克服困难 坚持就是继续保持训练 然后保持这份热爱 我觉得未来 希望还是有机会去 登上奥运会这个舞台吧 每个月 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